超强奥尔尼诺现象发威 亚洲地区陷入干旱天气 水源吃紧 但美国麻省理工学院专家警告 这恐怕不是短暂的情况 在经济高速发展 人口膨胀和气候变迁三大原因助推下 如果中国和印度两大人口大国不及时采取行动 到了2050年 当地将面对严峻的水源压力 换言之 可取用的水比现在还要少 出现前所未有的水源危机 中国和印度两个人口大国 占全球总人口37% 占地辽阔和地理环境落差 水源分配向来都难以平衡 但专家警告 这种情况未来会变得更恶劣 美国麻省理工最新研究发现 人口快速增长提高了用水量 但气候变迁 估计会导致水源越来越少 如果两国维持现有的用水模式 来到2050年 水资源恐怕功不应求 中印将面对严峻的水源压力 政府以水坝发电以及工业大量用水 都是发展中经济体赖以生存的两大条件 不过毫无节制的取水 最终可能落得民生用水不足 工业无水可用的局面 经济和基本水都没有保障 恐怕会引发社会动荡 尽管部分分析报告显示 气候变迁可能会为亚洲区带来更多水源 但多数的专家都认同 气候变迁只会让中印两国的水源越来越吃紧 而各国只有不到35年的时间 未雨绸缪